2013年11月 西口站废站之后 车站站体也已经拆除 而参选受风箱 箱长补选的徐雪玉 曾在议会总咨询时提出 地方民众反映 希望站既然拆掉了 原子可以进行绿美化 打造一处社区公园 而旧西口隧道全长1.5公里 徐雪玉也计划将会规划 隧道北口的西口村设立自行车道 一旦他当选乡长 将会结合花东重谷管理处 和台铁局 以推动物化建设 结合观光资源的方式来打造 社区公园以及西底漫行隧道 西口火车站在2013年11月 西口站备站后 车站站体也已拆除 徐雪玉曾在议会总咨询时提出 地方民众反映希望车站 既然已经拆掉了 那原子可以进行绿美化 打造一处社区公园 而旧西口隧道全长1.5公里 徐雪玉也将规划 在隧道北口的西口村设立自行车道及公园 未来一旦当选乡长之后 会结合花东重谷管理处以及台铁局 以推动文化建设 结合观光资源的方式 来打造西底漫行隧道与公园 并且将旁边的水利发电厂 与国产署公油土地4.2公顷的土地活化串联 发展成为寿丰南区的观光竞技命脉 那我们的意思也希望说 能够把原来民众的通路呢 把它回归 让民众来使用 那原来的这个道路呢 被破坏之后呢 那现在呢 回归他们铁路局呢 已经有做了新的隧道 那这个旧的呢 就不再使用的同时 那我们也希望说 在这个旧的一个部分呢 包括我们的西口河车站的这个部分 它也打掉了 然后我们希望说 把它回填之后呢 让这个区块里面 能够当成一个当地的一个公园来使用 那结合我们这个 上面的这个 后面这个部分的公有地呢 是把它规划起来 让整个公园的串联起来 所有的这个观光能够把它串联起来 包括了把它整个在西口到兆丰农场 以及我们的发电厂这个区块里面 整个把它做一个结合的话 我相信呢 在西口的部分 还有陈电池 目前做得非常的漂亮 那我们如果能够在 2.4公顷的这个公有地上呢 也把它规划成公园 的一个使用的话 我相信呢 这个部分可以带动我们整个 一个观光的一个景点 而他也原本规划在3月28号 将成立竞选总部 不过因应新冠肺炎疫情 配合中央的防疫政策 避免群聚感染之因素 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取消现场活动 原时段改以线上直播 相亲政策说明会 以及线上问答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人数也比较多 那我们也配合的 应用了政府的这个防疫工作呢 那血液在这个区块里面呢 我们民众也相亲也跟血液来做说 这样的一个聚会在一起 可能会比较不安全 是不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成立大会能够改为 我们就民众如果有需求的时候 直接到我们总部来 做做聊聊天也OK 那我们也因应了我们中央的一个防疫工作 跟我们地方的防疫工作 那血液呢在这一次的 3月28号早上的 10点的成立大会呢 血液就做一个起销 在这里跟我们所有的 相亲来说声抱歉 那也希望我们的相亲 能够秉持的以往的 这个支持血液的民众呢 相亲呢都能够一一的来 跟血液呢 如果有需求的地方 不要客气 到我们总部来 我们会做一个协助跟帮忙 徐绝宇也表示 就西口隧道在利用 以及活化周边整体规划案 他也承诺 未来会积极向花莲 县政府以及花东重谷管理处 来争取经费 推动文化建设 并结合观光资源 创造出专属于寿风的特色风貌 为地方带来经济效益 记者林杰 寿风箱采访报道